大家好,我豆柯 上次那个视频播出以后 我跟不少的屋顶师傅沟通交流 有一些师傅跟我讲 反馈说 我推荐的那种做法 不是最好的 因为那种做法 如果说是钉眼这个位置 如果打胶不注意的话 还是会漏水 今天我们所在的项目现场 就是这个情况 它是按照那种做法做的 但是它在后面打钉的时候 那个钉子没有做 上面没有打胶 没有做防水处理 最后呢 这个水从这个钉眼里面渗过去 整个房子一圈都渗水 屋顶师傅瑞跟我讲 他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而这个方法 可以呢 更好的保证 平顶和斜顶交界那里不漏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主要是这一片漏水 一路都有了 一路都有漏水 谢谢啊 好 我去看一下那边 这个瓦片经常叫 然后都已经补过了 然后还打着冰 是吧 换了很多片 颜色都不一样 目前这个屋顶才十年的时间 现在这个屋顶的话 是整个一圈的漏水 而且的话是不少的这个瓦片 会吹飞了 而且它补过好几回 今天呢 那个屋顶吃过瑞 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屋顶为什么会漏水 它的问题在哪里 对大家 就是 这个房子呢 是十年新 然后 当时的逼格呢 用的材料呢 在瓦片上面呢 他们是用一个加拿大本体的牌子 叫IQO 然后这个牌子呢 在那段时间就是 应该是质量出了问题 因为它这个沥青条 背后这个沥青条呢 很多都不沾 然后屋主 反映现象 我们来这里补漏已经两次了 就是 十年内就补了两次 所以说 他就觉得补得有点烦 然后就瓦片方面就 想全部换了 然后 它有吹掉是吧 对 它吹掉两次了 就是我们来补两次 我不知道 但是还有其他师傅来补 所以说 它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一个 这种传统 就是这种 比如说最近流行的 这种房型里面 很常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 一个很陡的斜面 然后跟一个平顶接触 然后 我们来稍微 磨脸一下 在这个 其实 其实之前这个屋顶师傅 也没有抽空减料 他也很努力的想把它做好 你看他们的做法是 瓦片钉到最最平 然后 这是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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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在这里 我们一般平顶的料 最少有两层的 我们叫 简称底料跟面料 然后 这个转转 为了是一个常见的露水位 它有一个特殊的金属 叫 就是一个弯曲的一个铁片 然后 这是典型一个老外公司的做法 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 一开始是 首先是瓦片 瓦片钉到平以后 然后钉到整齐以后 它是先烧 一点点的底料 下去 大概覆盖了 然后覆盖完以后呢 就是 再放这个 这个 这个GIF Edge以后 它会打很多 带圆环的 washer的钉子 然后这样固定 其实整个工具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再烧个面料 你可以看到 它烧面料的方式呢 他们老外是喜欢这样的 叫Fresh 就是它是 没有凸出来的 它们是底料窝下来 面料是直的 因为这样呢 是很好看的 因为干干净净 但是这种做法 常见的问题就是 如果万一 有某些地方烧得不好 或者说 它可能头两三年是好的 但是有时候有冰雨啊什么的 就把这些小缝隙 撑大以后 然后水呢 就因为它是平顶嘛 那个水就很容易 从这个底料 这个小缝隙 渗进来 然后慢慢开始往后倒流 你看这个 这个我们是随便找了一片 上面的全部都是这样的 就是全部钉孔放 上面都是这种 掌锈的印 就是说全部水 都是从这些裂缝里面 往后倒流 它这个师傅 已经是做的好的 因为如果有些师傅 假设这个底料 没有下去的话 只有这个聚肥 比如说这个底料 也是平的话 它漏水会更严重 那什么意思 就说 我们来演示一下 好不好 如果它底料 就是有些师傅 做的更粗糙一点 就这样的 看起来好像挺好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是 也就是说面料的话 是面料是跟这个起 然后的话 那个平顶 那个底料的话 也是跟这个起 两个之间没有搭接 就是我上次视频里面讲的一个 就这两个连搭接都没有 对 如果连搭接都没有 这是更常见的一种形状 看起来是很美好 但是它的问题更容易出现 因为你看到这个GIFE 那个我们叫挡水层 只有大概三寸 换句话说 如果有任何一点点水 往后倒流 无论你上面烧瓶顶有多少程度好 它一往后过了这个圈 它就直接进来 进来以后就从这里进去了 它没有搭接 对它没有搭接 所以说它们那种漏水会更严重 更严重 这个算好一些的 这个算是渗水 它们是全部在钉孔上面渗水 也就是说 是不是它如果说是在装这个 装这个铝片的时候 如果在每个这个钉眼这里 打上胶的话 对这是其中一种方式 就是但我们做的方式呢 就是更简单一点 就是说 既然这个是弱点 弱点出在这里嘛 就是这个转接位 对 转接位很容易就是裂开 或者开始烧好 但是后来就被冰雨撑爆 但我们更简单 我们就把它两层都附下去了 这样呢 相对就是面料 我们也会盖下来 面料也在下面 也就是说是我们来讲演示一下吗 就是其实就烧完以后 就是说会比起老外的没那么好看 就是你会看到 我们在这个GIF edge外侧 会有一整圈的就是一个面料 但是呢 它就是完全就封住了这个弱点 因为90%我们看到的平顶 就是这种房型出问题 都是这个地方出问题 我们这样打下来 烧完以后 我们再用这个 就是带washer的钉子 在这里盖住 让它完全没空间动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 肯定不会出现问题 但是呢相对来说 视觉上会就会没那么好看 没那么干净 但是其实一般这种房型 你看到它会很高的 就是你真的做完 我们不是专业的人是看不出来 它具体的做法 对于大部分屋主来说 就是实用比好看更重要 所以说我们做的 全部房子都是面料 肯定是附下来了 然后附下来以后 烧好以后还要再打钉 就是把这里是 这个弱点 也是说你是正面打钉 对正面打钉 打钉再打胶 因为钉子是这样的 钉子很常见 侧面打钉 漏水的几率是很低的 但正面打钉 你不打胶很危险 所以说这些是危险的地方 同一个钉子打在这里 其实它水进去 是来了很多 就算有 数量也少很多 但是这里的打钉子 如果有水进去 它就也这个钉孔就进去了 也就目前来讲的话 我看到赵都已经发白了 是吧 对 这就是他们做法 就是它 这个发白就是那个铁印 其实就是本来就这样子 就是在这些锈印 就是这长 就铁跟铁的化学反应 也就是说是那个 这个发白是因为 这个从这个钉孔里面 钉孔里面的水 是因为我觉得水导致的 所以说漏水点在这里 所以说像他们这个做法 不是不行 是全部这些钉孔 要全部打掉 也就说是 像他的这种做法 一般前两年 可能不会有问题 但是时间久了的话 那个天气一冷 因为这个边 很难保证 它 它可能师傅烧好的时候 两三年内 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其实它烧的还不行 这些都是烧的很好的 很好的那个现象 但比如说 它这里有个弱点 就冰雨就把这个 这个弱点慢慢慢慢撑爆了 你看这里 其实这一部分都是好的 但是水印是到处都是 就是烧的很好的地方 也有水印 也就是说是一个点就可以把整个这个面全都破坏掉 对 因为这个是平顶嘛 平顶就是说 它水进去了 一直进去 它就在这里泡来泡去 它就走不掉 哦 因为平顶就是这样子 就是很 水是能走比较比较浅比较远 这个是写屏面 这个是新果 就是底下的一层防水 然后那是平屏面 然后在这个上面 做完这个新果以后 上面来做 直接压过去 现在这个银子 你干吗 就去 他们这种做法的话 直接就把这个 这个 fleshing给包过来了 这没有任何的死角 所以直接就流过来了 不可能生通下去 这个倒是做完以后的效果 玩得好吗 玩得好吗 好